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 选一台哈兰达肯定没错 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就是百公里油耗 只有6.5升 续航超过950公里的 全新换代的混动版哈兰达 那它的车头现在都使用了一个全新的家族化的前辆 整个感觉就更加的年轻化 更加有豪华感了 然后头灯跟这个雾灯现在也都是LED的了 这边你可以看到它的风前标带有一个蓝色的钩边 代表这个是一个混动车型 除此之外 这台车的外形跟普通的燃油版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区别了 来到车侧 这个原厂标配的是18寸的轮圈 但是你最大可以现在选到了20寸 整个这20寸轮圈跟这车看起来就特别的壮实 然后后视镜是在电加热的后视镜 并且是在盲点监测的 然后再往车后走 你可以看到这个线条跟他们自家的小跑车SUPA 是非常相似的 而且在这一代的哈兰达 它的轴距也已经来到了2850毫米 长宽高也都分别增加了60毫米 5毫米和7毫米 车尾也是全新的一个家族设计风格 整个LED的尾灯看上去线条也都更加的硬朗 整体的感觉看起来都更像自己的家族大哥雷克萨斯的武器 只不过在这一代的哈兰达 它的窗户就不能够单独打开了 所以说其实我们国内很多明星老师都非常喜欢的 坐在这里面去拍片 打开窗户这个功能 现在就用不了了 那现在我们就坐进车里之后 看一下这台车的内饰 本身这台车是一个limited的版本 所以说它的配置还是比较高的 比如说门板上这边有座椅的机翼 然后这个真皮的方向盘也是带电加热功能的 然后在普通版本 这边是一个8英寸的显示屏 在这台上是一个12.3英寸的显示屏 并且它也选了GBL的音响 然后在底下的这些空调按键也都是物理按键 调节起来也非常的方便 再往下中控下面还有副架的前面 分别都有这种开放式的置物槽 这点在使用起来就非常方便 例如现在我把手机往这一扔 这个地方就非常适合放一些手机 零钱之类的地方 再往下它给你提供了三个USB 其中有两个都是2.1安培的 然后中间这边是一个传统的挡杆 再往下这边是它的模式切换 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选择运动 普通还有ECO 在这边有你的一个纯电模式 以及一个所谓的越野模式 但是因为这个并不是一个混动版本 所以说它并不是那种越野取向的四驱 然后再到这边 现在这个是电子手刹搭配着一个自动驻车的功能 中间FRO区域也是由皮质的包裹 然后你可以这样打开 里面还有一个无线充电板 把它再掀起来之后 是一个非常深的住户空间 所以说在实用性上 丰田做的真的是非常好 然后它的座椅是带打孔 不管是加热通风功能 也都已经给你选满了 并且皮质摸起来非常非常的舒服 坐在里面就跟好像坐在家里的沙发里一样 整个这台车给你的感觉就是质感在丰田旗下 应该是仅次于路寻的这么一台车 在美国你可以选R233或者是R23两种布局 第二排的空间还有使用起来都非常的方便 然后第三排也是一个三座的设计 如果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看一下我们之前录制的那一片子 对后面的空间有非常详细的介绍 在美国今年新款的哈兰达 一共有两个动力总成 一个是3.5自吸的 一个就是我现在开的这一台2.54缸的混动 那这台车它的一个综合的最大马力是243匹 最大扭力是350牛米 在账面上看并不大 然后这台车它的0百加速时间要8秒 比这个3.5自吸的整整慢了一秒 但开起来的话 因为它是一个混动 而且是一个做的非常聪明的混动 它的感觉会让你感觉就是 在你城市低速开的时候 其实绝大多数目前来说 它都是一个电动驱动的 而且它电机的功率做得非常大 所以说它整个的加速会让你感觉到非常的畅快 然后在所有的这个城市的使用道路下 我觉得这个动力都是够用的 只不过如果你把这台车要开上高速 就是在你那一下短时间内的极加速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这台2.5升的发动机 它的噪音真的是有一点过分的大了 如果它要能把这一点再做的好一点的话 那这台车在我现在看起来 它平时开或者是我们自己日常使用 家庭需要的话 它的动力应该说都是非常非常够用的 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的困扰 那这台车它还是一个四驱的 所以说它现在是一共有三个电机 前面有两个电机 后面有一个电机 而且它这个四驱 毫无疑问 它就没有中间的传动轴了 它是一个输入比较直接的四驱 但是这个四驱绝对不是说让你去越野用的 只是说如果真的是在一些雨雪天气 或者是你对四驱的安全性 有些要求的情况下 这台车它在后面的一个电机 来给你提供额外的一个后轮的动力 然后在它的动力模式输出 也分运动模式 普通模式跟ECO模式 这几点其实我在切换了之后 我觉得差别都不是很大 总体感觉就是这台车 低速的时候这个纯电模式 不会让你感觉到这种动力的不够用 因为它的电机的扭力的表现 确实还不错 但是它的现在这样忽然的一脚 你不会感觉到任何的拖拉 反倒是让我感觉这个感觉好像比3.5的 头段那一下的加速要感觉更加的好 更加的有信心 然后它的变动箱是一个ECVT 并不是燃油发动机配备的8AT 而整个开起来这台车 你会感觉到坐的真的是挺高的 而且视野非常的通道非常的好 然后整个的坐垫的感觉 减震的感觉让你感觉坐在这台车里之后 不会有那种让你很有激进驾驶的那种冲动 整个感觉就是一个非常稳稳当当 老老实实 很适合长途 很舒服的一个底盘的表现 然后滤震也非常的高级 整体的感觉都更像是一台雷克萨斯 然后它的方向盘转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轻 这可能是我们近期试驾过的车里面 方向盘最轻的 不管是原地打轮 还是说在这种日常行驶的时候 然后同时这台车它的辅助驾驶系统做的也很好 全速域的自适应巡航 车道保持 有行人监测的紧急制动 盲点监测等等这些 现在也都配到给你了 而且是作为是一个标配 这台车的油耗能达到 百公里6.5升 续航的距离可以来到950公里 这一点真的是在混动的SUV里面 这个尺寸的没有任何的竞争对手 那么这台车现在在美国也非常非常的紧窍 我相信将来进到国内的时候也会是同样的 而且整个这台车的静音 这台车它整个的行驶体现 都应该说是在丰田旗下 非常难夺很高级的感觉了 无限接近雷克萨斯的感觉 所以说真的是我自己个人都感觉 是非常值得推荐的一台车 最后我们也特别感谢你 就是Longo Toyota 可以把这台车借给我们拍 我问您一下 第一点就是这台混动的车 现在在美国市场卖的怎么样 现在SUV的混动 在美国市场卖都很好 包括RAV4 HIGHLANDER 我们现在很多waiting list上 就有很多人 大家都在等着车 就是属于一个有价无市的状态 车比较少 对像这种状态下 都会有一些或多或少的加价行为 你像咱们这边这台车有加价吗 我们是一分钱都不加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 大家疯抢的情况下 在美国的丰田也不会对这台车 进行任何的加价 那好了 这些罗北美呢 待会就结束了 我是高亮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